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X大於7 那麼他們說 這些式子 哪一個最小 我們看,首先 我們比較這兩個好了 這兩個的話 D一定大於A 為什麼? 因為X加1 它是大X 要兩邊乘以7分之1 不等號不用改變 這個A一定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所以這個就化掉了 這一定不會最小 再我們看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 因為這個比這個大 分母越大的話 它子越小 所以這個比這個小 所以這個不對 好 那現在再來就要比什麼呢 比這個 A跟C哪個小 A跟C哪個小 但因為 它X大於7 X大於7的話 所以7分X 它是大於1的 那這個的話 X加1分之7 這大於7嘛 所以這大於8 那大於8的話 所以這是小1的 小1的 所以的話 我就曉得 這個比這個小 所以最小的是它 所以這個不是最小 所以這個是最小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C 這一題大家應該要選C 當然還有其他的分析方法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的話 分析 然後找出答案來 然後再加1 1 2 2 4